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星 之前呢咱们做过两期自热火锅的对比 一个是海底捞笔自骸锅 另外一个是海底捞笔小龙卡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 海底捞笔自骸锅 那一次自骸锅真的是输得体无完肤 不过呢,他们两家不光做自热火锅 还有自热米饭 所以今天我就把他们两家 同款的自热米饭都买过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比一下他们两家的自热米饭 到底哪一家好吃 那在此之前呢,我还是要首先声明一点 本期视频没有广告赞助 这个是自骸锅的米饭 我一共买了两款 一款是咖喱牛肉的 还有一款是普通的自热米饭 就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不过今天咱们对比的是这个咖喱牛肉的 所以这个先放一遍 这个自骸锅的米饭拿着比那个火锅小很多 这个是海底捞的咖喱牛肉自热米饭 首先从外观包装看一下 明显这个海底捞是比这个自骸锅大那么一点的 高度的话那也是海底捞比它高那么一点点 先来看一下进含量 自骸锅的进含量是咖喱牛肉55克 米包95克 饮用水102克 宝宰饭汁8克 总共进含量260克 其实拿着也挺重的 海底捞的进含量是米饭包140克 然后菜包180克 总共320克 那海底捞这个应该是没有饮用水的 没有饮用水都有320克 哇这海底捞真的不是一般的重啊 这个自骸锅减掉这个饮用水的话 那就只有100多克了 不过这两款的价格 海底捞是27.9 自骸锅是16.8 从价格上来比的话 这个海底捞都已经快比它贵一倍了 量多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这是自骸锅的东西 一个发热包 一袋米 一袋菜 然后一袋水 再加一个酱包 连他们米饭的餐盒都是这种铝制餐盒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海底捞的咖喱牛肉 闻着呢这种咖喱味特别重 OK那自骸锅咱们放一边 这个酱包它做到最后放 咱来看看这个海底捞的 海底捞的还有一个菜脱 米饭包 米脱 这袋是装米的 一个发热包 一个菜包 海底捞呢是采用这种上下两层的形式 将米饭和菜分开 这样防止串位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个是海底捞的咖喱牛肉 这个量明显是比自骸锅多的 而且这个咖喱也比它多 毕竟价格版本来比它贵了一倍 那现在这两个米饭都泡上了 咱们就等待15分钟吧 OK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啊 肉其实都不是特别多 但这个海底捞的真的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自骸锅就有点像是碎肉了 肉不是特别大 自骸锅还有一个酱包 那这一份饭就自骸锅的咖喱牛肉饭 最终的成品就是这样的 这看起来还是挺有食欲的嘛 有点像是那种拌饭的感觉 这就是海底捞的肉啊 嗯 闻着真香 这种双层式结构 创意还是不错的啊 那现在咱们就来尝一下味道 感觉这种自骸米饭 煮完之后 这个米都是特别特别的软 和我们自己家里煮的那个米 完全不一样 这种米吧 就是看起来特别的有弹性 首先来尝一下这个海底捞的咖喱牛肉吧 先来上这么一块 一股咖喱味还有一股黑胡椒的味道 牛肉的话也真的就不是特别多了 也就是三四块左右 里面西余的都是土豆还有红萝卜 吃的味道特别的软 海底捞的就是汁水比较的浓 现在来尝一下这个自骸锅的 这个米跟之前那个差不多 都是这种特别软的 这个是自骸锅里面的牛肉 比海底捞的还小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饭吃起来还是挺入味的 用这个酱料加持一下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里面这个杏鲍菇吃的也是脆脆的 但不过就是这两家米 吃起来都没什么嚼劲 嚼两口的话这个米就直接化了 我就感觉这个自骸米饭 这个米不是特别好吃 把这个海底捞的饭拌一下 你们看拌完之后 是这样的 海底捞的就是那种汤汁比较多 然后自骸锅就是看起来比较干的那种 我总感觉这个自骸锅的还会比海底捞的好吃一点 因为加了这个酱包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入味 牛肉呢基本上尝不太出来 主要就是带有那种杏鲍菇的味道 润正宗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海底捞的会稍微正宗一点 然后这个自骸锅真的就像是那种酱料拌饭的感觉 所以总的来说这两家的自骸米饭 同样的口味 其实他们炮制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海底捞就跟吃快餐是一样的 自骸锅就跟吃拌饭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不光有价格上的差别 而且吃法上完全都不一样 不过呢我认为这个自骸锅 如果自己加一点小咸菜的话 吃着一定比这个海底捞香 而且他还比他便宜 OK那么以上就咱们今天的视频说一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给我点赞,转发,留言,收视频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